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題目 滿有趣的 他說如圖裡的道路中呢 兩同心 兩圓為同心圓 而且交叉路口BCDE呢 是在這個通過圓心的一直線上 OK 那而且AB到BC AB的距離跟BC的距離 還有DE的距離跟EF的距離呢 是一樣的 那今天呢 有甲乙兩個人 甲從A走到F 要從A走到F 然後呢 以要從F走到A 如果兩人同時出發 而且速率相同 求他們相遇的機率 而且還有前提 兩人是不能往後走 而且遇到交叉路口時 選擇任意條路的機率呢 是相等的 所以你想想看 這意思是代表說 如果甲呢 到了B路口以後 他要往上 往前或往下的機率 應該都一樣 也就是各式三分之一 那如果他往前了以後呢 在這邊往上或往下的機率 就有各式二分之一 對不對 那對乙來說呢 也是一樣 他們的這個往上 往下或往前的機率 這邊應該各式三分之一 那如果往前的話呢 這個往上或往下的機率 就應該各一半 那他們 怎麼樣的狀況會相遇 應該就會在什麼 應該就會在 因為兩個人速度相同嘛 所以應該就會在一半的路上相遇 所以可能相遇的地點 有可能在這裡 有可能在這 也有可能在這 也有可能在這 有四個地方 我們就給他取名 叫做 一二三四 對不對 所以我們把相遇 的情形呢 把它切成 這幾種 OK 我們把相遇呢 切成 在一相遇 在二相遇 在三相遇 跟在四相遇 那我們想一想 怎麼樣讓甲跟乙在一相遇呢 就是甲要往上走 乙也要往上走 那甲往上走的機率是多少 我們知道甲往上走的機率呢 是三分之一 對不對 好 甲往上走的機率是三分之一 那麼 乙往上走的機率是多少呢 也是三分之一啊 但是 問一下大家 這兩個 之間甲往上走 乙往上走 他們之間有沒有影響 沒有 他們之間是獨立的關係 所以呢 甲往上走 跟乙往上走 所以兩人在上面相遇的機率 就是九分之一 這邊呢 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很重要的前提 因為 甲 乙 往 拿 走 是獨立的 他們彼此不知道 誰往哪裡走 所以甲乙 往拿走 為 互相獨立的事件 OK 或者是說是獨立事件 互相獨立 好 所以呢 一種狀況是 在一這個地方相遇 反過來說 在四相遇 是不是也是一樣的情形 因為都是往下嘛 所以呢 是甲的三分之一 去乘上呢 這個 乙的三分之一 那就等於呢 整體的這個九分之一 那接下來呢 我們發現 如果要走到二 然後相遇的話 要怎麼辦呢 首先 甲要先選擇 從B 往C的方向走 所以這是三分之一了 再來呢 甲又選擇了 往上走 所以這是接連的事件 對不對 甲走到這裡 走過來以後 並不影響呢 這是往上走 還是往下走 所以呢 從B 走到C 跟C 接下來要往哪裡走 是互相獨立的事情 所以我們這邊 可以直接相乘 對不對 三分之一 乘以往上走 是二分之一 同樣的 今天我們看到 乙 要走到這個位置 也是一樣 要經過三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的狀況 所以 我們就發現了 這樣子乘完 是六分之一 乘以六分之一 所以 就變成 是 三十六分之一了 那你發現啦 這個 如果是 什麼 在二這個點 相遇的狀況 是不是 就跟三這個點 相遇的狀況 也是一樣的呢 所以是三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然後呢 在乘上 也是一樣 從 以那邊過來 到三 這個點 也是三分之一 乘以二分之一 所以最後就等於 三十六分之一 那我們知道一件事情 這四個事件 在一相遇 或在二相遇 或三相遇 或四相遇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 他們彼此之間的關係 是互斥 為什麼 你如果今天在一相遇 就不可能在二三四的點 相遇了 同樣的 如果你今天在二相遇 就不可能在一三四相遇了 所以呢 最後我們要算 他們相遇的機率 我們不是就應該要把 全部的東西加起來嗎 所以加起來的機率呢 就是什麼 就是九分之一 加三十六分之一 加三十六分之一 加九分之一 全部給他通分一下 九分之一 加上三十六分之一 加三十六分之一 加九分之一 是不是就等於 三十六分之 四加一加一加四 所以呢 是四加一加一加四 所以就是三十六分之十 同除以二 就等於呢 是十八分之五 他們不到三分之一的機會呢 會相遇 好 这个地方呢 提醒我們什麼事情 我們剛剛在算 這麼多的內容 其實就回到了 我們前面這裡講的 核事件跟基事件的概念 當我們在算 這一個部分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 每一個式子 我們在想的都是什麼 每一個式子 我們在想的都是基事件 而且這裡呢 因為它是獨立事件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把這個機率相成 那但是呢 當我們最後做這個 相加的動作的時候 這邊做相加的動作的時候 這個就是一個 核事件的概念 OK 那由於呢 我們知道怎麼樣 由於我們知道 這四個東西之間是互斥的 所以呢 我們可能是在一遇到 或者二遇到 或三遇到 或四遇到的時候呢 我們就可以直接把機率 全部加在一起 所以你說 這個表格 是不是很重要呢 那回頭 好好來想一下這個題目 開啟的時候 加上 好 有 我們可以把這個東西